这一片都是新生曲 前面便是你们小队今后的住所 你们小队应该还有一名队呐 跑了呗 看见黑沙队实力强横 就把我们抛弃自己跑了 真是个目光短泉之人 这内院中除非实力极端强横 否则今凭个人单打独斗 恐怕太过艰难 老生们可是各自划分势力地盘 这些东西讲必你们很快就会遇上的 这次火能烈不赛 你们应该也明白了 一个团队的战斗力能有多强 特别是你们四人 一个人的力量 无论如何也比不上一个团队 更别提这个团队里 还拥有一个值得信任的队长 萧嫣的胜利我信服 也是啊 跟这家伙在一起 虽然不想承认 但确实挺有安全感的 你们呀倒是赖上了 你们可以进去好好休息了 有问题随时来找我们 哎 长老 没有修炼课程的吗 内院不需要那种东西 只要你们有足够的火能 便能进入天坟炼气塔中修炼 那比任何课程都管用 收拾房间吧 这里以后 或许就是我们的长期根据地了 终于恢复过来了 这佛弩火炼的消耗着实太大了 不过这将近一周的森林战斗 好处倒是不小 给 小家伙 老师 您可探查到了 允龙新年的下落 进入内院后 我隐隐感觉到 在此偏北之地 有过异样气息 异样气息 或许真是你所需要的东西 那好 明早 我便去探查一番 偏北之地 应该是这个方向 快快快 马上就要开塔了 是啊是啊 去晚了就想不到好位置了 开塔 难道 那就是天分灵气塔 这塔身 竟然来在岩浆之下 开塔 好 陈温兔 走走走 我们快去站在好位置 走走走 走走走 兄弟了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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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 真够古怪的 塔里明明充斥着炙热之气 偏偏却用带寒气的材料 是不大人 可恶 可恶 给我停下来 轻炙热之气 轻炎地心火 轻炎地心火 火神地内 有轻炎地心火 保护我 寻常火焰根本不可能进入 这该死的东西 是怎么进入地内的 无形火焰 老师 无形无色 皆心而心 无际可寻 无际可寻 无形无色 这是陨落心炎 陨落心炎 那我岂不是能吞噬的 不要指定我 怎么了 老师 不对啊 这样的形态 确实是陨落心炎的表现 可为何会比青帘地心火弱 这缕火焰 似乎并不是陨落心炎的本体 不是本体 什么意思 它只是陨落心炎 投射在你内心的分体火焰 就算将其吞噬 也不可能达到进化分绝之效 哼 这有什么好失望的 陨落心炎 既然能在你内心 投射出分体火焰 这说明它 就在这做塔中 哼哼 不错 也只有这样 才能解释为何内院的学生 在塔中修炼 会有如此快捷的速度 和陨落心炎有关 自然有关 你撤去青帘地心火 运转斗气 从这缕无形火焰之中穿过 试试会有什么反应 从无形火焰之中穿过去 从无形火焰之中穿过去 能将虚散的斗气凝食 使斗气爆发出的力量将值钱庞大许 再来 每年都有这种莽撞的心伤 活该吃苦到 真是个蠢货 心伤出入内院 自然不懂这里的规矩 有何好笑的 好 下月时间 来 第一次进入天坟炼气塔 遭遇心火焰烧测试 若没有长老出手 这位新生恐怕会被烧尘焦炭 快去通知长老 是 我们已经缴纳过 两方势力的纳贡费了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规矩 新生最多只用给两方势力 你们白帮还想收取纳贡费 找他们要去啊 我们可没那么多火能 你们新生 在火能猎捕赛上不是挺厉害吗 拿这么多火能 可是会烫手的 今天要是不交 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内院规矩 那我还真想见识见识 五号 别冲动 君儿 吴家 你们不如随我一起加入白帮吧 这样不仅能保住火能 以后堂哥也会罩着我们 在内院里 就不用担心受人欺负了 用不到你这个吃里扒味的叛徒来操心 要火能 没有 若没有其他的事 便请离开吧 我们新生区 并不欢迎你们 对 这里不欢迎你们 快点儿离开 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就是了 快点儿 快点儿 走 快点儿 让一让让一让 柳长老来了 哎呀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家伙 初进天坟练祭塔 也不预先报告一声 这苦头吃得冤枉啊 柳长老 哦 月丫头也在这儿啊 你这次 是打算进入第几层修炼呢 第六层吧 哦 第六层 那至少要六星道流方能下去啊 嗯 看来不出几年 月丫头便有资格在内院竞选长老了 这等天赋与速度 着实让人惊叹哪 柳长老过奖了 全靠在天坟练祭塔中修炼罢了 柳长老 还是先让这位新生脱离星火制烤吧 不然 她身体可承受不住 月丫头 当年你第一次进入天坟练祭塔时 在星火制烤中坚持了多久啊 十七分钟 这还是柳长老当年 您提前提醒我的缘故 嗯 初入练祭塔经历的星火制烤 其实便可判断其潜力如何 若我所猜不错的话 这个年轻人便是那个硝烟吧 在火能猎鼓赛中 领导新生 将老生队连同黑白双煞队 全部打败的那个小家伙 哦 就是他了 就是他了 他 他 他消失了 呵呵 这只是一缕极为弱小的投射分体 产生的净化能量很少 仅能支持你净化这些斗气而已 不过 他还会永远不断地出现 秦锦一缕投射分体 就能让我的斗气精进 云露星炎对我的帮助 恐怕比青灵地星火还要大 柳长老 已经将近十八分钟了 这般对星火的抵抗力已经很好了 在内院中可找不出几人 哼哼哼 一切算不错了 重来吧 不好 大家快散开 好 好 哼 好个小眼 难怪提醒你时 那些老家伙总是神秘兮兮 原来是你 哼 真是个说上天卷户的家族 啊 竟然凭借自己的力量 从第一次星火炙烤中清醒 萧炎 这么多年来你可是第一人啊 你是 我是天坟炼气塔第一层的首塔长老 你换我柳长老便可 晚辈萧炎 见过柳长老 您这是 没事没事 操控火焰时不小心出了岔子 你们都待在这儿干什么呢 还不趁早去修炼 是 来 小颜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内院阅灵帮的帮主韩月 这次也是她发现了你陷入新火炙烤 派人前来通知我的 多谢了 韩月许姐 不用谢 这内院中可只有少数几个人 能与月丫头握手啊 既然没事了 那我也先告辞了 小颜小子 你新来内院还不知道炼气塔的规则 若有时间听我与你讲讲吧 那便多谢柳长老了 好吗 在这天坟炼气塔中 高中低级别的修炼室 得靠实力争夺 实力强 则能获得最靠近中心的高级修炼室 实力差便只能去最外面的低级修炼室 同一层塔内 不管修炼室的级别如何 他们的修炼费用都是一样的 嗯 花费相同费用 所获得的成效却天壤之别 岂不是会让强者越强 弱者难以追赶 不面临困境 人的潜力又怎能彻底爆发 只要压抑到了极致 总会有一些彻底爆发的学员 以极快的速度 追赶上一些难以成多的强者 这种情况 几乎每一天都会在这边出现 确实 在这边的小孩 最后价格 还没有 亲自然的要 Vijay 小蜜蜜豆 雪 拿去 将坑 毫 小蜜蜜 若 你 那不就是新成立的盘门吗 听说啊 他们领图的硝烟 昨天刚打败了富翁 是吗 真有两下子啊 大家都知道 第一次进塔会有星火淬炼的考验 昨天我也把应对方法教给大家了 现在离塔门开启还有段时间 大家要再抓紧复习一下 明白 让开 让开 没整眼啊 让开 快点 头儿 是白帮 白城帮主亲自来了 白城帮主 看样子 主持人来找硝烟你想贵气的 哼 等着看好戏吧 来 点一下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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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硝烟吧 常听白山提起你 清日一见 果然气势不凡 白城学长 求养了 可是这饼子 你打破口 你给破口 你 BUYOU 没听到 你玟尔兴 孟哥哥 白城 你干什么 不用着急 我只是和硝烟学弟切磋一下而已 在内院 这种事情有什么好奇怪的 白城学长 不愧是名列强榜的高手 今天这一支 硝烟记住 来日的 定请学长收获 只要你有那本事 我白城随时恭候 不过 我要奉劝你一句 内院有内院的规矩 将你这样没有实力 还敢这般狂妄嚣张的人 只会是自取其辱 别人没本事嚣张 你白城就有本事了 那你怎么不去找林修衙 把颜昊这些 强榜前十的高手耍威风啊 哇 是韩月学姐 学姐说你还是什么心 韩月学姐怎么护着她啊 小眼这小子 走的是哪门子高时月 就是 韩月 要你来管什么闲事 瞧你欺负一群新生 有些看不过去而已 白身说的不假 你女人缘的确很令人羡慕 希望半年后 你别又躲在女人身后 站住 半年后 白帮解散 多谢韩月学姐 替我盘门出头 今后若是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硝烟定会竭尽所闹 开逃 走了走了 走了 走 那白帮 你可是要多加小心 走 进塔 柳长老怕你们还不熟悉 这塔内的情况 特让我来带你们去修炼室 心火淬炼虽然能让你们快速增长实力 但心火中含有一种极其微量的火毒 也会同时被吸收到体内 所以按照规矩 你们必须在这一层修炼一周以上 适应了火毒 才可以往下一层修炼 越往下的心火浓度越高 火毒也会越强 这火毒不能用痘气化解 只能靠时间磨合 所以你们最好修炼半天 便回去休息一夜 第二天再来 否则火毒积累过量 受损的只会是你们自己 多谢导师提醒 嗯 我们开始吧 看看我们之中 有多少人 能够在这第一次修炼中进击 看来在这里修炼一天的费用 便是一个火能了 是 是 薰火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你们的体内 过程虽痛苦 但千万别跟薰火对抗 让它淬炼你们的筋脉骨骼 提升你们的实力 这里的性火能度 毕竟踏实的性火催炼强生许多 记录体内的过程虽然痛苦 但用来催炼精外与骨骼 提升实力倒是再好不过了 身体变慢 对 解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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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那股气息 难道是 没错 应该便是陨落心炎的气息 可惜有风印干扰 无法探明其具体情况 萧嫣 着急会进入练气塔的更下层修炼 早一天晋级之斗灵 日后争夺陨落心炎才更有把握 我晋级了 各位 我晋级了 我也晋级了 我怎么没晋级 你别抱怨了 我不也没晋级吗 等级越高 晋级所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 或许你们下次入塔修炼 便能成功晋级了 待愿吧 难道 这便是被火毒侵蚀的体现 正如导师所说 出入塔中并不能长时间持续修炼 你这小女友应该也有什么宝物护体 所以才没事 就像你有青林地心火护身 自然也不用担心火毒入侵 刚刚应该是毕塔的钟声 大家赶快出塔吧 否则火毒过度累积 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是 躺 可恶 若不是担心火毒 我 我真想在这柱上进来 别做白人梦了 快走吧 萧嫣哥哥 我们走吧 行 放心吧 他们的事情交给我们三人 萧嫣哥哥只管安心修炼便好 那我先回去了 还好有只青火金卡 才能顺利进入第四层 这件也满了 没想到 这第四层的修炼是这么享受 好 终于找到一间空的了 他不是要进去跑 不是跑 一往下走 这新火能量也确实更加浓郁 好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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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敢乱看 小心你的眼睛 菲儿 看来又有不开眼的家伙 占了你的专属修炼士 雷娜 对人客气点 放心吧 我只是让他明白一些道理 柳青大哥说了 让我保护你 我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 哪个不开眼的 敢站住我们柳飞小姐的修炼士 你 放心吧 一面的家伙给我出来 谁要老子来依赖 阁下这是何意 小子 新来的 难道不知道这间修炼士 旁人不准动用吗 可天坟练气塔的规则里 并未表明这间修炼士 旁人不准动用 没其他事的话 不要打扰我修炼 阳下请慢 有事 这位同学 抱歉了 这间修炼士 是我的单独修炼地 这是内院给你的特别对待 如果你能拿出证明 我对先前的战友给你道歉 小子 有种 还有你 难道你不知道 这般大的杂门 会对里面修炼的人造成干扰 甚至被逃推出修炼状态 这小子不要命啊 是啊 别看了 手养了好几天 今天总算可以好好松下筋骨了 四心斗链 梅娜大哥 下手别太重了 不然被哥哥知道了 又会责怪我 你确定要打 罢了 只要你立刻给飞儿道歉 闻出修炼士 并且以后再也不踏足这片高级区域 我就大发慈悲 放过你 炼药师 难怪这么嚣张 不过区区一个大斗师 想听这东西打败 还差了点 那你就试试 这小子居然能同时使出两种火焰 小子 我今日也好好教你怎么在内院做人 必须有一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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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东西有点实力啊 林娜可是四行斗铃 林娜 别玩了 不好 这家伙人们实战如此恐怖的斗机 现在想走 打他 现在想走 晚了 住手 老奈 你们在干什么 贺长老 他怎么来了 是啊 这种小事 这长老 怎么惊动了您老人家 这里只是普通的切磋而已 普通切磋 若是再来晚点 恐怕就得出人命了 小家伙 先把你手中的火链化解了吧 这里的事 我会主持公道 前厅长老吩咐 你便是硝烟吧 小子硝烟见过贺长老 这里究竟发生了何事 贺长老 贝尔常用的这件修炼室 今天被人霸占 雷纳大哥 只不过为贝尔考的公道 可曾想 心里下手竟如此狠毒 作不是贺长老您阻止 雷纳大哥 恐怕就要命葬一次了 小爷 你说说吧 我进入这间修炼室时 里面并无人使用 按照天坟炼器塔的规矩 我付出相应火能 就能在里面修炼 谁知这个叫雷纳 不遵守塔内规矩 强行咱们 胡搅蛮缠 硬说这间修炼室 是这位女子的专属 小子虽然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 他们既然要战 我自然奉陪 雷纳 身为学长 却不守塔中规矩 责罚三十天火能 三间内较轻 否则一个月内 禁止进入天坟炼器塔 是 这个家伙 这次可是大出血了 是啊 又非 虽不是主犯 却又怂恿之错 责罚十天火能 三天内较轻 否则处罚同上 小妍 虽事处有因 可你下手过狠 责罚五天火能 以示警戒 是 萧嫣甘愿受访 刘妃之宝人 一直霸占着火能 最终于的修炼师 总算有人 给我们出了口气 就是 萧嫣人 我先被听 责长老 你对萧嫣的判决 是否太轻了 切拙坚下死手 可是要不禁止进入天坟炼器塔的 若是不服判决 可以去找大长老 或者院长 今日之事到此结束 日后 若再有人不守塔中规矩 定当从中处罚 小家伙 下次与人切磋 不要再这般拼命 想要立威固然是好 可也别过犹不及 小爷 今日之事 我记住你了 不打你 因为你是女人 若你是男人 下场只会比雷娜更惨 你给我等着 若雷娜的攻击再快上一些 恐怕 我便会被避数破绽 无法使出佛怒火炼 这一层的鲜火强度 对我来说已经不够用 看来要加快修炼速度 只能继续前往下一层了 这几天 那东西又开始不稳定了 散发的波动 越化距离 情绪亦是越来越暴躁 恐怕今年内 他将会出现一次大反扑 如若处置不当 恐怕学院将会面临极大麻烦 大长老 是否要通知院长加固防御 那东西可不能暴露 否则被黑教育那帮家伙知道 恐怕会红了眼地冲过来抢夺 加固防御是在必行 可院长在外游离 谁也不知道他身在何处 北面黑角域那几大势力的动静 必须随时注意 对了 柳长老 那个拥有一伙的小家伙 如今怎么样啊 正在他那兄弟 或许是因为他拥有一伙的缘故 竟然不怕祸毒的侵蚀 我也照大长老的吩咐给了他足够的关照 一个陨落心炎便让我内院崛起 而这不到二十岁的小家伙 那只祸呀 这一生里头人名叫萧炎 实力很强 据说连百邦的富翁都是被他打败了 原来他就是萧炎 对于他的传言我原来还有些不信 可如今一见看来应该不假 嘘 小声点 别打扰到他晋级 不然我们就麻烦了 哦 快要成功吧 来吧 一鼓作息 永浩 看来这努力没有白费 请问我修炼了多久时间 四天 才四天便让我突破这七星大斗石 这陨落心炎果然有着无穷奥妙 这分化体便能够让人提升到这般速度 若是真有本体的话 那修炼速度将是何等可怕 也该回去修整一下了 在练气打败了四天 不知熏儿他们如何了 这些家伙 是什么事 难道又是来找麻烦的 难道又是来找麻烦的 是盘门的人 你不记得我们了 可你们这徽章 熏儿姐说了 咱们盘门呢 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徽章 这样才能加强成员对盘门的归属感 这个妮子心还挺细的 熏儿在吗 嗯 熏儿学姐在 嗯 嗯 桃儿 您回来了 那是 桃儿 那是我们盘门的护卫队 不仅每天两人站岗守卫住所区 还有六人待命 应对突发情况 其他成员 被熏儿学姐派遣自由行动 趁早摸清内远行事 桃儿 你就自己进去吧 我得赶紧回去站岗了 熏儿学姐说了 只要放哨满三天 而且期间没有出现意外事故 便是能够领到一天的火能 现在这活儿 其他弟兄们都抢着来呢 走了 这妮子还真是有魄力 居然拿火能出来做降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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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炫耳的 让你见一个人 小姐 起来吧 琳瑁 小颜小友 别来无恙啊 相比斗计 老夫还是喜欢锦身肉脯 日后时机到了 自会知道 你们怎么认识 小颜少爷 自从你离开吴坦城之后 不到半年时间 我便听从小姐的派遣 一路暗中保护你 好在小姐在迦南学院 未曾出什么岔子 否则 我恐怕会受到家主 最严厉的惩罚 你呀 也太小瞧我了吧 灵老 上次分别仓促 此次见面 小颜再次为宁老的出手 受声感谢了 小颜少爷何必客气 我也只不过是奉命行事 小颜哥哥 此次让你与宁老见面 主要是前段时间 我让他回去仔细调查了 族中的高手 并未发现有强者 在几个月前进入过加玛帝国 小颜少爷 你父亲失踪的事 的确与我族无关 应该是另有其人所为 难道 还是云兰宗 云兰宗 迟早会回去 将此事 插个水落石出 我会让人注意云兰宗 小颜哥哥 也别太过着急 安心修炼才是正途 我明白 灵老 小子先告辞了 兄儿 我先回去了 嗯 灵老 你似乎知道一些 与云兰宗有关的东西 这个一直归宿在 加玛帝国中的势力 似乎和那些家伙 暗中有一些 极为隐晦的来往 那些家伙 你是说 魂殿 灵老 你似乎知道一些 与云兰宗有关的东西 这个一直归宿在 加玛帝国中的势力 似乎和那些家伙 暗中有一些 极为隐晦的来往 那些家伙 你是说 魂殿 这云兰宗 怎么会与他们纠缠不清 不清楚 不过 似乎来往时间 不算长久 此事云兰宗内 知道的人也不多 朕知 连宗主云运也不知晓 不然以他和 萧嫣少爷的关系 不可能什么 都不表现出来 如果他们 真和云兰宗 有牵扯的话 那么萧叔叔的失踪 定会与他们有关 毕竟 他们也知道 萧嫁有着 那要事的一部分 那些家伙 明知我们 与萧嫁的关系 却还敢 如此肆意妄为 当真是 越来越猖狂 小姐 您在萧嫁十几年 家族本意 是让您暗中 取得萧嫁 那部分的钥匙 可您却一直 没有提供任何消息 族中 已有不满的声音 若非是碍于萧家祖辈 曾与族中有过血世 恐怕有人打算 不用理会他们 云兰宗和那些人的牵扯 就暂时不要告诉萧嫣哥哥 等他有实力与云兰宗抗衡 再说不迟 是 你先离开那院吧 倘若有事 我会换你 是 小姐 父亲 你在哪 小岩哥哥 勋儿 你怎么来了 这 这是驼舍古地玉 你 认识这东西 小岩哥哥 这玉 你从哪里得来的 家族迁仪是 长老所给 让我保管 怎么了 这玉 日后你不要在任何人面前拿出来 记住 是任何人 大陆上 或许认识这东西的人 只有极少数 可若被其他人知道了 必定会立刻招来杀身之祸 甚至 连着嘉南学院 也说不定会眼红出手 这东西 不是我萧家族长的身份象征吗 算了 不要管族中的任务 这骨鱼现在是霍知萧叔叔生死状况的唯一物件 让我从萧嫣哥哥手中取走他 我办不到 只要等到萧嫣哥哥有实力与云兰宗抗衡时 我会将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 包括薛儿背后的势力 以及和萧家的渊源 我相信你 我也期待你 对我毫无保留的那一天 嗯 老师 我知道你想问与那驼蛇谷地狱有关的事情 但是这东西 连我也只是模糊听说过 倒也从未见过 那老师可知道 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我所能告诉你的便是这驼蛇谷地狱 或许与千年前那个驼蛇谷地有些关系 驼蛇谷地 是一个人 或许称之为神都不为过 难道 他 他是一名 斗地 抛开已经遗失的上古时期不谈 如今的时代 除了千年前的这位驼蛇谷地 斗七大陆上还未出现过第二位斗地 斗圣与斗地 虽一劫之差 却是天地之别 你手中的驼蛇谷地狱 或许便是那位传说中的驼蛇谷地所遗留之物吧 而且看模样 它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但光是他前主人的这个名头 便是足以引动大陆强者趋之若鹜的前来抢夺 驼蛇谷地 怪不得驼蛇让我不要在任何人面前拿出这东西 我们萧家 怎么会和这等强者扯上关系 此事关系重大 知情者只有我们三人 想必不会泄露出去 日后这块骨玉或许对你有帮助 可现在 与你的实力 还远远不足以触摸到它的奥妙 斗地什么的 离我太遥远了 如今我只想进入天分练器塔 闭关修炼 尽快提升实力 成功夺取引落心眼 五号 你绝不能再去竞技场了 他们的火能都快被你输光了 你让我们拿什么给大家发火呢 你就别怪他了 我们再想想办法吧 最近我不是胜率越来越高了吗 等再过不久 应该就能将损失地转回来了 等你转回来时 盘门恐怕已经因为给不起内部奖励 而信玉大师了 大家这是怎么了 一早就愁眉苦脸的 萧嫣 你可算来了 出大事了 盘门奖励成员的火能 都是我们几个人自讨腰包 轩二的 已经被用得差不多了 他最近可一天都没进天分练习 打中修炼过 都怪这家伙 把盘门本就不得的火能 全输出去了 萧嫣哥哥不用多想 你如今是盘门在窝的门面 没有你在窝的震慑力 不管我们施展什么措施 这盘门都是难以起来的 嗯 我有一个办法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学弟 过来看看 既然内院可以销售丹药来换取火能 那么便请盘门兄弟购买药材 什么 到时候我来负责炼煮丹药 买了买了买了 这样一来 可以暂时缓解盘门的火能危险 谁本卖给你了 这交易所不仅规模大 售卖之物比起黑角玉 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真不愧是迦南聚员 小家伙 前方第八个榻位 过去瞧瞧 我这儿还有啊 我这儿还有 多的事啊 走走走 干净了 老板是什么 这些都不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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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也要 这个你也要 哎呦 这人浑身充实着一股火爆力气 看实力 怕是已经达到七星斗铃 这么多四箭磨合 这是 青木仙堂 青木仙堂 炼制地灵丹的必备之物 老师 我们运气也太好了吧 不买 就不要乱碰 火毒青蹄 谁说我不买了 这株青藤 什么价钱 四百天火能 怕是贵了点吧 虽然我不知道 这青藤究竟是何物 但它能被两头 痘王级别的魔兽 拼死争夺 足以证明它的价值 你若买不起 就给我走开 别耽误我做生意 四百天火能 我确实拿不出来 能否以物异物 裸裸把锁 死 我看 小子还敢躲 找死 火毒青蹄 就会演出到这个地方 连新制度受到影响呢 我没有四百天的火能 不过 闭嘴 我能帮你驱逐天蹄的火毒 你 你说什么 我帮你驱逐火毒 你把青木青藤给我 这笔交易如何 我曾让不少量戏的佼佼者 查探过我天蹄的火毒 可他们全都武能为力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想这火焰 应该能打消你的故障 小子 他就是那个盘门的首领消炎 你就是那个 在火能猎物赛 将老生全部干掉的 新生消炎 听说 还是连药师 正是在下 你这火焰 确实比连药夕的那些家伙 强盛一些 这样吧 完全驱逐我体内的火毒 再加上一百天的火能 这株青藤便是你的了 不假 我虽然需要这东西 可也并非现在一定要到手 而你体内的火毒再拖延下去 恐怕 就算是令药宗师前来 也无能为力了 你 谈不拢 那就算了吧 好 我答应你 但是 你记住了 是完全缺足 到时候 若被我发现仍有火毒残留 别说青藤你得不到 恐怕还得受断皮肉之苦 跟我来吧 你体内火毒预计有多长时间了 一年半早有 火毒太深 想要一次性驱逐绝无可能 这是冰灵丹 能暂时压制住火毒 让它不会侵蚀你的理智 每日一枚 一共十五枚 果然有点用 好了 你先去忙吧 是 星儿 小颜哥哥 逆子 药材已经准备妥当 都已经放在你房间里了 这位是 不用理他 小子 又怎么了 炼制丹钥匙 你就在外面待着 怎么 还不让看 不想死 就照我说着做 反正我不管 给我驱逐了火毒 我才会给你情不先疼 小子 别忘了青枝火灵膏 和素灵丹 一并炼制 知道了 老师 老师 搞定了 来 这是洗水寒灵液 在盛满清水的大盆中 倒入一滴 静坐修炼半小时 到时候若火毒依然还有残留 我会再帮你炼制 对了 这段时间 不能再去天分炼其他修炼 否则药效会即刻失去作用 好 只要真能将我体内火毒驱逐 我灵液也算欠你一个人情了 我对你的人情可没兴趣 记得把青木心疼给我就行了 小炎 在支院内 只要有我林燕在 别说什么狗屁白帮 就连林秀牙的狼牙 也不敢对盘门怎样 总之 你这盘门 我会帮你照看 那便多谢林燕学长了 小炎哥哥 这里一共有多少丹药 灰气丹八十三枚 附体丹六十二枚 冰青丹三十六枚 一共是一百八十一枚 这么多 小炎哥哥 心不如命 接下来销售的事情 便只能靠你们了 交给我们吧 五号 通知阿太铁木他们 尽可能调陪人员 准备前往交易区 胡佳 我们将所有丹药分好类别 再仔细核对一遍数量 嗯 小炎哥哥 过 睡吧 小炎哥哥 小炎哥哥 谁能告诉我 寒门什么时候有炼药师来 嗯 据说是寒门首领 也就是那个消炎炼制的 他竟然也是炼药师 这三种丹药 比我们所出售的任何一种 都更好 更便宜 若是让他们彻底 将名气打开 恐怕我们丹药出售的 垄断地位 将会直接被掀翻 老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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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想办法还是 调查他们购买的药材 他们所买的 我们用双倍价格全部收购 我要帮别的不多 就我能懂 是 禀告帮主 白帮帮主白城求见 白帮 请他进来 黎蓬 终于罢兴了 距离斗灵级别不远了 小家伙真是越来越滩水 这么大动静也吵不醒 难道是吞天网的灵魂 已经被美杜莎女王反压制了 照此下去 恐怕不出意念时间 美杜莎女王 并会成功占据吞天网的身体 而到时候 灵魂与肉体的完美如何 她也便是 真正的成为了 斗宗级别的超级强者 到那时 恐怕第一个就是拿我几刀 我给你一年时间 但只会在你 必死关头出手 帮你摆脱麻烦 一年之后 若拿不出戎灵丹 就别怪本王心狠了 放心吧 老师 在她没有得到熔灵丹之前 还不会对你出手 灵魂和肉体 哪那么容易完美融合 她必须借助熔灵丹 先将吞天网的灵魂吞噬 如若不然 达不到彻底的控制 就算她得到了 吞天网的躯体 那也只会成为她的累赘 如此就好 只要她还需要熔灵丹 那就有和她谈判的筹码 若是能拉鲁一个斗宗强者 那自然是最好的 比关了这么多天 也该回去了 我这门主当的 可不够称职啊 小颜哥哥战胜四星斗铃的消息 传出来后 这个月加入我们盘门的学员 越来越多 还好萧嫣进塔之前 帮盘门练药攒了不少活呢 不然根本不够用啊 薛人师姐 那个林燕又来找头了 那家伙这一个月 都来多少趟了 都说了等萧嫣回来会通知她 这林燕毕竟是强榜高手 并且没有加入任何一方势力 多个朋友也没什么坏处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岐贤人费人 Pat 本来再也得得到 草莎 着急 这干嘛呢 你还伤到人怎么就 我家里叶榜 都是沉价 啊 寒门竟然敢卖假药 我白帮的弟兄 吃了一点效果都没有 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解释 不然的话 你别血口盼人 我看你们就是来捣乱的 是来捣乱又怎么样 弟兄们 把这铺子给我砸了 好 偷儿回来了 夏云哥哥 偷儿 有个叫林彦的家伙 这个月找了你好几次 今日也来了 知道了 将近一个月没见到偷儿了 她的实力貌似津津不少啊 看来我们盘门 很快就能出现斗灵强者了 夏云哥哥 你回来了 这个月 辛苦你了 你这小子终于回来了 你给我的冰灵丹 和洗水寒林业都用光了 快快 快再给我一下 急什么 一两天不驱毒 又死不了 你 你 这两种丹药 是我在炼击塔闭关期间炼制的 再使用一个月 想必你体内的好毒 便能彻底驱逐了 你也太急了吧 熊儿 盘门最近怎么样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 盘门一切都挺好的 本来在你闭关的前一两天 还有盘门成员在外被白帮刁难 不过后来 托你在炼器塔中的威风 他们现在可不敢太过放肆 没想到杀鸡锦猴竟还有这般好处 的确是有好处 可坏处也不小 怎么说 雷娜倒不足为俱 可是 你还得罪了柳飞那个无礼且记仇的女人 她的哥哥 可是强榜前十的顶尖高手 霸腔柳情 恐怕 就连你那青子火莲 也奈何不了她的猎山枪 霸腔柳情 你也别担心 那家伙 现在可没空给柳飞出头 再有半年多时间 便是五年一届的内院大赛 她呀 正在没日没夜地闭关修炼呢 不过 大赛结束后 她会不会找你麻烦 那就不好说了 内院大赛 我怎么没听说过 这大赛 和普通内院弟子无关 是强榜高手间的比赛 若是能在比赛中进入前十 并有资格成为长老备选人 还能获得一次 进入天坟炼气塔第八层的机会 接受星火本源断体 星火本源 本源 难道是 陨落星年的本体 白神 几日开神 跟他们拼了 拼了 少死 雷动 发疯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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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现在就把青木仙藤给了我 就不怕我给的丹药 并不能彻底将你治好 这么大的盘门 我还怕你跑了 我们之间虽说是交易 但我林燕的命 绝不是区区一株青木仙藤 能抵消的 日后若是柳情找你麻烦 派人通知我 告辞 这家伙虽然脾气暴躁 可也不失为可教之人 盘门打开了丹药销售的局面 也算逐步进入正轨了 之前答应给兄弟们的奖励 可以安排下去了 桃儿 不好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白 白帮他们 他们无限盘门 销售假药 打伤了我们的人 还砸了我们的贪汇 什么 白帮竟敢这般嚣张 真当我们盘门好欺负不成 白帮 这帮混蛋 果然不敢消停 桃儿 阿太和其他几个兄弟 还在他们手里呢 大家跟我去救人 白山 你 给我棍几点 别乱动 不好了啊老大 让一让 不好了 萧 萧炎带着攀 攀门的人杀过来了 慌什么 这小子还挺有种 可惜只是鸡蛋碰石头 自投恐失 一个斗灵强者都没有的盘门 也想和我们白帮争斗 白山 你等着 桃儿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倒是怕他不来 可从不来的 萧炎 萧炎 你带这么多人前来 是送上门来讨打的 白城 我盘门未曾招惹你们 而你们白帮 却几次挑戏 现在还打伤我盘门中人 看来 你们是想率先毁掉 当初的约定了 原来你不仅在靠女人 这点事很出色 嘴皮子也很能说呀 当初的确约定 半年内不随便找盘门麻烦 但是 这并不包括受人之托 来给你们这群 嚣张的新生 一点教训 受人之托 受谁之托 无可奉告 如今你们自己找上门来 那你别怪我白帮 大气小了 你来试试 今天我要让你在内园 明欲扫地 明欲扫地 成狗 没事吧 有这么热闹的事 也不叫我 灵验 这是我白帮与盘门的私事 硝烟是我朋友 谁要动 就得问问我的离活府 是否同意 你 硝烟 上次靠韩月 这次靠灵验 下次 你还想靠谁 你白城有本事 现在就去找 林秀牙的狼牙屁屁 你若敢去 小爷也不挡着 你收拾盘门 哼 没胆子 就滚一遍去 一切断断 你 不愧是封府林彦 这骂人撒泼的境界 内愿无人可敌 听着韩贤的口气 好像是来帮白帮助威大 药帮 原来是你这个卖假药的 这位想必便是盘门的首领 炼制那三种丹药的消炎了吧 真是没想到 阁下竟然也是一名炼药师 韩贤学长 我想 那雇佣白帮砸我场子的人 应该是你要帮的 盘门有这个下场 为什么不想想自己 犯了什么忌讳呢 韩贤 何必与这小子多言 你们俩果然是狼狈为奸呢 林英大哥 这些事交给我吧 韩贤 我知道你是怕我盘门 断了你的财路 这样吧 你我同为炼药师 大可用炼药师的方法 一决高下 若是我输了 日后盘门 不沾半点丹药消瘦 若是你输了 那些暗地里的污糟东西 就请好好收回去吧 哼 你想和我笔试炼丹 那个韩贤 似乎有几分底气的样子 放心吧 若是韩贤学长 喜欢使用斗气笔试的话 我也不会拒绝 你也不用激我 笔试炼丹术也行 不过赌注 太小了 快看 长老来了 不知道今天比拼的是什么样子 不管比什么 这萧园也很难跟内院炼丹第一人相比吧 有请今日炼丹比试的参赛者 药邦帮主韩贤 韩帮主加油 韩帮主给的 你看最后的萧园大颜色看看 加油 韩帮门门主 萧园 萧园主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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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园学弟 劝你乖乖认输 把那三种药方交给我 也好过待会儿当场丢脸 学长 你还是盘算下药帮今后的生意吧 比赛过后 药帮五处人流最多的交易地点 破盘门就收下了 萧园将三种药方 笔记盘门永不收卖丹药作为赌注 会不会太过冒险 收获与冒险总是并存的 我相信萧园哥哥 炼丹比试开始前 我们先看一下药方 海贤 你先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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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注 快 来 再让这个 无品丹药 我没有搞错啊 就算萧嫣再有天赋 现在也不可能 炼出无品丹药啊 这长老看样子 是来捣乱的 既然要比 那自然比个大的 这次鄙视炼制的 无品丹药龙力丹 能让服用者 在短时间内 拥有极其强横的力量 大长老 两个小家伙要炼制 无品丹药 会不会太过困难 韩嫣炼药室的品级 比萧嫣高上不少 恐怕这一局 韩嫣赢定了 那可不一定 你们面前 均准备了两份药材 意味着 你们有两次机会 这两次机会中 谁先炼制成功 那么谁便获胜 那如果都失败了 该如何分出胜负 毕竟龙力丹 可是无品丹药 老夫亦可从你们的 失败品中 端倪底细 一分高下 两位 是否有异议 弟子无异议 比试 现在开始 诚哥 这韩嫣能否获胜 韩嫣可是堂堂 药帮帮主 岂是萧嫣这种 下等炼药师可比 薰儿 你说萧嫣这家伙 怎么两个像样的药顶 都没有 药顶只是外务辅助 最终靠的 还是炼药师自己 一伙的威力实在太大 这些低阶药顶 确实难以承受这种热度 希望这东西能坚持到最后吧 这金色的火焰是什么呀 从来没见过 好神强 我这火焰 名为幻金火 是从七阶幻金蝎龙兽的 壳海中寻的 七阶幻金蝎龙兽 那可是厉美斗宗 强者的超级魔兽 又说霍克尔出后 这幻金火会残留在壳海之中 三天之后便会燃尽 所以必须在三天内将其寻定 这大千世界果然无奇不犹 一虎啊 请有两次解回 喜不得 快看 老大开始了 我看寒贤很不错 他的火焰虽比硝烟的一伙差了些 但炼药师不仅仅只靠火焰去生 炼丹并非讲究速度 而是需要一颗不为外物所动的心 若是不能势头持久 那还不如从一开始便稳抓稳打 该你啦 炼制之前 必须熟悉所有药材的特性 示意最合适的温度 方能提炼出所有精华 这小子好像进入状态了 不定而后动 加油啊 萧嫣 这浓历丹 可比想象中困难多了 撞算的家伙 相信你也肯定会失败的 真可惜 眼看就要成功了 还早着呢 五笔丹药哪有这么容易炼制呢 看来这龙笔丹谁也炼制不出来 既然如此 我只要炼制出来的失败品 能超过硝烟就行了 不愧是五笔丹药 看来还要更加小心 修妍 修妍 什么味儿 好香啊 哼 是药香 看来韩嫣要赢了 虽然只是半成品 但总比完全失败来得好 韩嫣 韩嫣已经率先炼成了 真的吗 他炼成功了 据说五笔丹药成型会有异象 可除了先前的药箱 并无半点异象 郝长老 弟子已经炼制结束 这也叫丹药 韩嫣这家伙 竟然为了获胜 宁愿炼制失败品 他是认定硝烟也不可能成功啊 提炼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便是 如何 给我宁 看这样子 萧嫣炼制的龙力丹已出具雏形 好长老 比赛未到最后 谁也不知道结果 萧嫣快成了 嗯 不会吧 又要炸步 啊 给我坚持住 哎 功亏一篑呀 身为炼药师 竟然不知道准备一嘴好的药品 完了 小炎学弟 炼丹失败乃是常有之事 你也不用介怀 郝长老 心不辱命 不可能 这家伙 肯定是趁先前爆炸升起烟雾时作弊了 郝长老 请您检查吧 免得有人不服 韩仙同学 请注意你的言辞 是非公正 我自会定夺 这药箱 没问题 四则和外观 都能说明 这是一颗炼制成功的龙力丹 嗯 我宣布 这次炼药比试 萧嫣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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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到萧嫣志愿这么厉害 哇 入内浴炼要第一人 这下有玉体啊 实在 萧嫣 他给我打张了吗 作弊 咱们走 走啦 棋要一步一步下 路也要一步一步走 硝烟这小家伙 不简单呐 在下输的心服口服 还是大掌老独具慧眼 能炼至无品丹药的炼药师 其价值可媲美斗王乃至斗魂 王王 王 王 大家小心 看来正是任务开始前 还得认个身体 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韩月 你说的那个地方 应该不远了吧 我们走 老师 韩门总算进入正轨 我也该去深山修炼它了 修炼三千雷洞的第一步 便是要炼化卷轴中封印的那一丝风雷之力 不过这风雷之力颇为霸道 稍有不慎便会为反尸的危险 小炎 你准备好了吗 一火焚身我都挺了过来 这风雷之力 要定了 一火焚身 接下来按照我说的作法 才能彻底将它练花 凝 分配之力就进入你体内了 赶紧练花 这分配之力的练花竟如此困难 它可是天地间产出的能量 你用青莲地心火试试 那你越难了 景泽 空凤 凤 孔 炼化成功了 这是自然 你当人人都有一伙来镇压风雷之力吗 紫云依未展开 我 我为何能在空中停留 这是由于你体内灵魂力量强横 风雷之力受斗气催动 集中于脚步的结果 不过以你现在的实力 应该坚持不了多久 哈哈 快走吧 小东西 三千雷动 净如磐石 动如本雷 出其不意 即是杀敌 当修炼到三千雷时 快如顺利 斗宗强者都不敢丝毫想去 看来是准备打群架了 正好拿你们练练手 老师 我这是炼成了 这三千雷动分三层 雷闪 雷顺 三千雷 你小子现在最多就踏入第一层而已 老师 哪有一蹴而就的 不过 给我时间 我一定可以更强 臭小子 我一定可以更强 炎昊 你也不用太过怀疑 再有四个月时间 便是强榜大赛了 若是山谷之中真有那东西 那对我们的好处可不小 林秀雅 你说的倒是轻松 里面可是有媲美斗王强者的魔兽 大家小心 速战速决 速战 这小子怎么了 难道 也得来 水 速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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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速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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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吃法 不用惊讶 这是修炼之徒的一种机缘 只是你碰见了 幸运地掌握了它而已 这吃法 有着一丝浪潮般连绵的意境 只要日后好好磨练 应该能创造出一种 属于你自己的吃法斗技 该死 没事吧 你想能这魔兽实力如此强悍 这就是老师的 是提到的雪魔天元吗 看样子至少也是斗王实力吧 这些家伙胆子倒是不小 你也学习精力赛 李熊阳 怎么办 这魔兽实力太强 一个不慎 我们都会当场重乡兵命 不必与他缠斗 我们三人尽量拖住他 阿月 你趁机进入后方峡谷内 去寻找那东西 灵修牙 就是灵眼口中 那个强绑前十的高手 灵修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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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妄想剥走 电行脆体乳 现在退城 我可以不杀你了 各位有什么手段 尽管用出来吧 灵修牙 那是什么 一种精纯的大地之力 经历千百年 拟合成的陆叶 有习修和火神效 还能帮助 界别巅峰之人 突破进阶屏障 难怪这魔兽 能够开口说话 心动了 可寒月学姐 人挺不错的 抢她的战利品 是不是有点 你高看这群家伙 雪魔天元 可是一种罕见的一种魔兽 体内流淌着 狂暴血脉 这种血脉一旦觉醒 五星窦王都要憋起风貌 当这群人 连个正式的窦王都没有 怎么可能战胜呢 倒是那小汤君吧 可以跟他一战 掩护我 掩护我 清雀风霞 斗气华义 林秀雅 你竟然 晋级斗王了 不过是危急之下 用功法勉强凝聚出的 斗气之意而已 原来不是斗气华义 你要是斗王 那强绑那在 我们还打什么打 原来是依靠 像紫云翼一样的功法 林学长 那我们赶紧进去 寻找地心脆皮乳吧 是啊 还等什么 等一下 那家后的狂暴血脉觉醒了 灿越快走 潘月学姐 没事吧 萧嫣 快走 这才几月不见 你倒变强了许多 先前那般速度 内院中能超过你的人 恐怕没有多少 几位学长没事吧 大意了 没想到这雪魔天元这么厉害 这位朋友也是内院学生 怎么从没见过 严后学长 他叫萧妍 是几个月前 才进入内院的新生 不会是那个 在火能力不在上 带领新生打败老生队伍的萧妍吧 原来你就是萧妍啊 当年我和林修衙 纷纷败在白煞队手中 你果然有几分本事啊 只是好运而已 萧妍兄弟就别谦虚了 对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正巧在山中修炼 听到动静就赶过来了 刚才萧妍兄弟也瞧见了 我们围剿那魔兽 是想得到他守护的一种奇物 所谓见者有份 果真弄到 定少不了兄弟一份 多谢学长好意 但我听说 那魔兽体内有着一种狂暴血脉 一旦觉醒 实力便会在短时间内暴涨 就算五星斗王 也拿它没有办法 狂暴血脉 难怪了 那现在怎么办 既然这样 只能等我们养好了伤 再想办法吧 萧妍兄弟 是否和我们一起回内院 我来这里 是修炼斗技的 如今斗技未成 还不着急返回 今日之事 还请萧妍兄弟 不要严于他人 放心吧学长 我自有分寸 多谢了 日后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可以来找我 走吧 萧妍学弟 在深山中务必小心 抱歉了 这也是为你们好 继续纠缠下去 一旦雪魔天元彻底爆发 你们没人能活着离开 修炼了 哪里 真是个铲嘴的骄傲 小家伙 你都吃了呀 明明以前只要几滴就够了 现在胃口是越来越大 那仅剩的几瓶紫金元可不够你吃的 小家伙 你可得坚持住啊 不要被那个女人吞噬了灵魂 不然的话 我们俩恐怕都没什么好下场 小家伙 接下来看你的了 小家伙 你可恶的人 这猴子的气势 果然比白天减弱了许多 看来狂暴血迈爆发后 便会进入一段时间的衰弱期 让吞天猫拦住雪魔田园 你抓紧时间 进入山谷中寻找地心催天荣 小家伙 拦着他 小家伙 拦着我 小家伙 小家伙 交给你了 哪里跑 你死了吗 你不跑 小心啊 那猴子追上来了 有点 有点 我也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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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太过担心 吞天猛要拖住雪魔天园 应该没什么问题 雪魔天园 既然守护着地心脆体乳 那么地心脆体乳 肯定距离它的巢穴不远 看来不仅我们人 对着地心脆体乳有念想 就连一些魔兽 同样有抢夺之意 地心脆体乳的洗髓炼骨之效 能帮助魔兽在修炼中 更容易化人性 就像化形丹的蜥蜴一般 化形丹 像当初 魔兽山脉的紫荆一世王 也曾提及 正好本王最近处于化形阶段 只要你给我弄了一枚化形丹 我便给你紫荣经 如何 月月 婴门族 这里应该就是雪磨天苑的巢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道不在此处 我会想起来 我 来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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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一处弟弟世界 外面的战斗貌似很激烈 不知道小家伙怎么样 地心脆体主就在这里 老师 去那儿看看 那处的大地之力颇为浓郁 仅仅只是闻一下 便知道这不是法务 老师 这便是地心脆体主了吧 这些东西虽然也珍贵 可却并非金黄 还有更人气的 跟我上来 将我切割的这块圆形石块取出 没事 不用担心 这究竟是合物 清纯能量 比下面的地心脆体主 还浓郁十倍不值 这才是真正的地心脆体主 下面的 不过是这本体中流逝出去的 相当于被稀释的地心脆体主 这或许是天地灵物 保护自己的障碍法吧 一般人 恐怕也会像你刚才那般 将真正的宝贝 一流而下 炼药界不成文的规定 凡遇到天才地宝 不可断其根 明白了 老师 总算到手了 老师 那我们赶紧出去吧 也不知道吞天王怎么样了 嗯 赶枪我的宝物 没那么容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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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是山谷野兽 今天也要和你评个一丝罗托 你评论 沒想到這小傢伙竟然這般強悍 不愧是上古異獸 小傢伙 我們走 啊 小傢伙 今天晚上幹的不錯 這次讓你吃個飽 你還真把本王當作寵物來養 美 美杜莎女王 女王陛下 真巧啊 又見面了 是挺巧的 不過還是得感謝你 若不是你讓吞天蟒與雪魔天原戰鬥 消耗了不少力 我倒還會被他壓制著 該死 居然把這點給忘了 煉紙熔靈丹的藥材 你可凑齊了 呃 女王陛下 熔靈丹的藥材頗為難學 呃 是否可以再寬限些時日 看來 你並未將此事放在心中 既然這樣 那留你還有何用 保佑 敬王陛下 有事好商量 哼 啊 就让本王送你上路 我药臣的弟子岂是你想杀就杀的 老师 早就感应到这家伙身边有个强者隐秘 原来是个灵魂体 彼此彼此 我也清楚你现在的情况 虽然我只是灵魂状 若真要斗起来 恐怕你也捡不了便宜 哼 是吗 一旦雪墨天元彻底爆发 你们没人能活着离开 恐龙的神来 神仨坏坏坏坏 小将 交给你了 既然这样 那留你还有何用 我药臣的弟子岂是你想杀就杀的 你不过就是可依靠丹药之力的废物罢了 这一巴掌 是替萧炎哥哥删的 白城学长若是看不过眼 我陪你玩便是 但怎能天万让你有来无回 这回该我了 我们之间 也是间接一些过节 抱歉 白学长 你那强暴坐子 我得帮你坐 啊 早就感应到这家伙身边有个强者隐秘 原来是个灵魂体 彼此彼此 我也清楚你现在的情况 虽然我只是灵魂状 若真要斗起来 恐怕你也捡不了便宜 是啊 我并不想与你有何冲突 只是我的弟子 我互定了 你若嫌待在他身边憋屈 大可直接离去 无人阻你 我与他有个约定 若我保他在云山手中安然无恙 他便为我炼制容宁丹 可如今 他却将约定忘得一干二净 这等不守信之人 留之何用 若不是你心怀杀意 我这弟子倒也乐意给你寻找药材 事情拖成这般 也不能全怪他 这样吧 我保证一年内将成品容灵丹给你 作为交换 你再保我这弟子一年内无性命之忧 当初在云南宗我已经完成与他的约定 他便该给我容灵丹 如今凭什么还要再与你定下约定 那次的约定双方都有违反 自然是不作数 想让我给他做一年时间的护卫 休想 如此的话 那你便去找他人炼制容灵丹吧 那将容灵丹的药方给我 这药方是硝烟千辛万苦得来 如何能给你 老家伙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老家伙 吞天王竟然在这种时候出来与我争夺身体 好 就依你 一年之内 给我容灵丹 我就保他一年 若是再抵赖 就算拼着吞天猛的反噬 本王也要让你们损失惨重 这般自然最好 一年之内容灵丹定会奉上 不过老夫也希望 女王陛下可不要再心怀杀意 否则 即便拼着陷入沉睡 老夫也会将你这 好不容易进化出来的躯体 焚烧殆尽 只要你们别违约 本王自会遵守我们 小家伙 多亏了你 不然可少不了一场恶战 这美斗莎女王虽然冷漠无情 却也有着强者的自尊 定不会反悔 这次多亏老师及时出手相救 不过只有自己变强 才能掌握更多主控权 地心脆体乳的能量过于庞大 凭你的实力不可能直接扣服 只能采取这种洗髓炼骨的方式将其炼化 放心吧老师 我的身子骨可没那么弱 我们开始吧 此外也必须配合其他药物的调和 才能起到效果 不要施展斗鸡包裹身体 那会阻碍药力进入体内 内部队巾 待會兒 小燕 这洗碎之痛 小燕 我现在除了咬牙坚持 别无他法 请住啊 放心老师 我归 现实走 我儿子不会一辈子都是废物 区区流言蜚语 日后在现实面前 自会不攻而破 不管你身后势力有多么的庞大 我也绝对不会放弃 老师 我会超越他 然后清理完户 这小子算是穿过去了 这是要连生病急 你 斗铃与大斗师 果然天差地别 老师 是时候回内院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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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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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深蹃掉 我们白梦的力 救命啊 追,追,追,追 builders 我的 Whoa 救命啊 小子 想挑战我 还差点本事 不过 跟那个只会依靠别人的懦夫硝烟比起来 你还算有点血腥 给你一次加入白帮的机会 我会好好重要你的 你也配 能让老子幸福的 只有硝烟 白酒 这硝烟还真是个人才 才进内院半年 就建起盘门这样的事 听说硝烟与寒贤炼药术比拼胜利 之后白城便对她有些记得 后来是主情派人和她接触的一下 白城才又猖狂起来的 硝烟和柳情也有中途 也不算吧 硝烟与柳飞倒是有些过紧 那女人的小心眼儿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倒是有好戏看了 那硝烟实力隐藏颇深 白帮跟他斗 会必有好果子吃 干嘛呀 这来好戏看 看不下 戴敌 要两个的好 该赢了吧 这下啊 吴昊这家伙儿 根本不是白城的对手 干嘛那么冲动 干嘛那么冲动 白城毕竟是六星斗力 吴昊跟他差距太大了 起来 起来啊 加油 加油 九星大斗事业上挑战 料理 王昊这是 要用禁忌之法拼命了 让我来吧 那你 小心点 什么 还能无人吗不成 竟要一个女子上来 小妍人哪 这种时候都不见踪影 莫不是怕 对付你 还不用小妍哥的出手 太快了 还真是武器 太小妍了吧 这不是小妍 这不是小妍 太好了 薛尔全界终于能出头恶气了 就是了 我们一起消灶下去 寒门的人 都这么狂妄吗 小妍人 不要 小妍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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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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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狂妄 自然是有狂妄的本钱 白城学长若是看不过你 我陪你玩便是 与女孩子动手 未免有些掉份儿的 你师父我回来了 你师父我回来了 师父我回来了 好戏要开场 校园哥哥 白城他们欺人太甚 阿泰都告诉我了 接下来 交给我了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吧 你给我说我 太过分了 你得教训一下 是 斗灵 好家伙不到半月就斗灵了 难怪会直接和白城对上 不过他与白城之间 还有六星差距呢 我相信他能赢 不知为何 我也看好萧嫣 胡昊对你发起的挑战 我接下来 这一天我倒是等了许久 以前恩怨 你定点吧 难怪这次更嚣张 要来进阶吧 你要自去其辱 修为我权力而为了 白学长 废话一如既无人多 这张嘴 你不要突出什么求饶的话 白球学长 尝尝这个 这家伙 就算紧接 速度和力量也不该成这么多 满力而已 白城学长 麻烧 白城学长热身结束了 硝烟这家伙还真留有手朵 这斗气不简单 这次白城的确是踢到铁板了 说不定强保排名都要攻手让人 天火三弦变第一冲 惊炎变 心连变 黄旺家 在真正的强保高手边险 你这种强行提升实力的手段 不堪一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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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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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 没用武器 你们打什么 现在未定 求让他来得及 刀墙无影 来我断胳胳断腿的 可没关系 别让下手狠狠呢 这家伙 怎么速度又变快了 离开了玄仲耻的 萧颜哥哥 才更可怕 萧颜这家伙 怎么近身搏斗 比手握黑池还强啊 问题 应该救出在那把黑池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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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子 这倒是小桥了你 你难道还真是火王 无论如何 都必须打败这这家伙 看来得有寒心变味的东西了 这是白帮动手的报酬之一 小子 听我让你有来无回 你 然后 有 赶快 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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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的丹药 岂能一下子增幅出 这么强的力量 真的不要 胜者王败者扣 真正到了生死战斗 没人会管战斗的过程 结局才是最重要的 白城学长说得好 既然如此 这五品龙力丹自炼制出来 还未试过效果 就拿你试试 五品丹药 你可真舍得呀 白城学长都舍得吃丹药 我身为炼药师 也不能失了面子 是不是 不愧是五品白药 小李竟然如此恐怖 白城学长 这会该我了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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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白学长的丹药效率 似乎并不如龙丽丹 这怎么办 土序开讲 还挺识货的 就算你有龙丽丹 想打败我 绝非一世 是吗 看我如何破了你的龟壳 哼 口气倒是不小 娇妍 召定胜货王 把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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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宁选 那小子 以为靠蛮力就能摧毁老大的斗气铠甲啊 简直太天真了 小子 到极限了吧 我 抱歉了 白学长 你那强保坐死 我得帮你做 这 这是 这 这是 放 你 你 你 这也太巧了 不是啊 漂亮 攻击斗气铠甲时 在裂缝里注入暗境 再从内部炸开斗气铠甲 白城这一场输得不远 萧炎打败白城 将自动取代白城 在墙榜上的排名 太配合了 都什么救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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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手啊 朗大 程哥 救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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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远哥哥 没事吧 走吧 不知又是哪位学长想要来挑战 还请耻教 练山帮帮主霸枪柳情 没想到这场比赛竟然惊动了他 柳情 雷纳倒不足为据 可是 你还得罪了柳飞那个无礼且记仇的 女人 她的哥哥可是强绑前十的顶尖高手 霸腔柳形 内院中能胜过她的学员 屈指可数 恐怕就连你那青子火莲 也奈何不了她的猎山枪 没想到你竟然能打败白城 全天红尖 Sant 你赶紧 你赶紧 就行 你赶紧 我赶紧 你赶紧 仔绑 恐怕此事不能善良 柳帮主 当初的事 是非曲直轻者自轻 而萧炎哥哥并无半点不适 不要以为在那远中实力颇强 便傲气十足 若你真要不分 青红皂白强出头 我萧勋儿 接下便是 我哥岂是你能训斥的 还有你 萧嫣 别以为打败了白城便能得益 你不过就是个 依靠丹药之力的废物罢了 菲儿 哥 我又没说错 够了 这 这 不要以为仗着有柳琴撑腰 便可肆意妄为 这一巴掌 是替萧炎哥哥善的 好大一劲儿光啊 柳妃这次脸都大了 这巴掌山的 真帅气 你 你 你竟敢打我 你这个坏女人 我要杀了你 菲儿 冷静 哥 人家欺负你妹妹 你都不管了吗 这位同学 未免过分了吧 自取其辱 怨不得人 熊儿 哥 你就这样看着我被人欺负吗 要跟我报仇啊 把我打烂那个坏女人的脸 今天还真热的 就这样 刚看了一场男人间的战斗 没想到女孩子们也不甘示弱 是林秀牙 她可是狼牙的老大 林秀牙和柳琴谁更强 那還用說 肯定是連修牙了 連修牙 是她 實乃經國不讓虛眉 解氣 抱歉 這逆子性子就是這樣 無妨 這便是學妹的個性嘛 硝煙雪弟 上次走得太過匆忙 還未跟你道聲線 若不是你出手 恐怕 我們幾個都沒法活著回來 林學長嚴重了 林修牙竟然和這小子 關係不一般 劉晴 我看今日便算了吧 是啊 你不會也想挑戰硝煙吧 她可是剛剛經歷一場大戰 鬥氣還未恢復呢 趁人之危的事 我不屑為止 女孩子之間的爭吵 我不會介入 但菲兒也不能白白挨擋 一個月後的牆榜大賽 若是遇見 你便施展全力吧 到時自然奉陪 林修牙 學長 剛才多謝三位學長學姐 幫學弟結尾 硝煙老弟別怪我們多事便好 我到現在還看不清你們真正的實力 這一屆的新人 果真是臥虎蒼龍 學長過獎了 聽剛才柳晴的意思 我也能參加強榜大賽了 定是因為硝煙哥哥 擊敗了白城的緣故 沒錯 白城原本排在強榜第三十四位 現在這個位置屬於硝煙兄弟 你自然有資格參加強榜大賽 三十四 距離前世還差得遠 莫不是 你還看不上這三十四的排名 好傢伙 果然是出生牛都不怕虎啊 雖然這個排名不算靠前 可在天才雲集的內院中 已經足夠優秀 牆幫裡每提升一個名次 絕非易事 雖然難 可是每上升一個名次 得到的好處可是更加豐富 什麼好處 先別想著好處 想必很快就有你頭疼的 老師 煉製地靈丹的地心火汁和青木仙藤已備好 只差最關鍵的龍絮冰火果 和六結水屬性磨合 去藥材伴力窟碰碰運氣吧 這位同學 此地是藥材庫重地 若無藥事 還請離開 學生硝煙 求見郝長老 硝煙 郝長老吩咐過 若是硝煙來訪 無需阻攔 請隨我來 不是不登三寶殿 說吧 今天找我所為何事啊 郝長老 我此番前來 主要是想看看 此地能否尋找到我所需要的藥材 我也不予你廢話 這樣吧 你用一枚龍力丹 便可在這藥材管理庫中 換走一件藥材 如何啊 你可別以為 我是在佔你便宜 能讓你犯男的藥材 肯定十分稀有 這等稀有藥材 換你一枚丹藥 也不算吃虧 若真有龍絮冰火果 那值得拿一枚龍力丹來換 好 就以好長老所言 找你需要的東西即可 那裡邊的藥材 都標有能量痕跡 隨意亂動 我可是會察覺的 長老放心 消炎並非貪心之人 那一根真是大手臂 那根真是大手臂 居然有這麼多藥材 猛虎 在這裡 喇嘩 怎麼會有這麼多藥材 有這麼多藥材 你還要這樣 我可能會找你 叫你 不含 你 這叫你 有這麼多藥材 我不要 你 有這麼多藥材 你 有這麼多藥材 你 你 有這麼多藥材 原来好的东西都在这儿 血蟒汁 不愧是那样药材库 竟然连炼制豆瓴丹的主要材料 都有收藏 龙絮冰火果 终于找到了 这内院果然收藏丰富 连这等稀罕材料 你是谁啊 干嘛抢我的果子 居然是个小女孩 不要 这金刚铺坚毅如玄铁 它竟然 不能吃 这力量 你想抢我的东西 我今天心情好 不打你 你赶紧走吧 小妹妹 这东西不好吃 你还是还给我吧 我要长大 最后吃它们 长大可是需要时间的 嗯 嗯 人家对我没用 小妹妹 你吃了这里的药材 好长老会找你麻烦的 那老公知道了 也不管让我怎么样 那 真难吃 这样好不好 你把这个果实还给哥哥 我请你是好吃的 不行 虽然难吃 可这里面有强大的能量 那 要不要帮你炼制一下 让它们变得好吃一点 炼制 你是炼药师 只要你将龙须冰火股还给我 我就帮你把你要吃的药材炼制成好吃的丹药 怎么样 你 没有骗我 如假包换 若是你炼制出来的丹药不好吃 我不仅要将这抢过来 还要一口吃了你 小妹妹 你看起来不像是能吃像我的样子 本姑娘想吃就吃 你已经拿到果子了 最好赶紧给我炼制好吃的丹药 好的好的 一出去我就帮你炼制 不过呀 我得先去跟好长老打上招 一起 跟那个老头有什么要我交代的 好长老 哦 萧嫣 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了 药材找到了吗 多谢好长老 我也取得龙须冰火果 嗯 还请长老 再给我两份龙利丹所需的药材 和一间炼丹室 我便能立刻炼制 啊 药材好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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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你你你你 你怎么又来了 隔三差五来我这打牙剑 真帮我这儿当饭馆了 哎 你怎么把这个小祖宗带来了 哎 你要的药材都在这个戒指里 长老 嗯 他究竟是什么人 人 谁说他是人了 嗯 嗯 嗯 哼 喂 你们到底要聊到什么时候啊 嗯 快给我炼药去 不然我就把这里全拆了 别怕 没事的 派 谁说我怕了 哼 难怪他敢这样生吃药材 原来本体竟是魔兽 以魔兽那种强悍体格 这些药力虽然狂野 可也是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小妹妹 我记得 魔兽如果要幻化成人类 至少也是需要达到斗黄界边吧 你难道 我没那么强 只是不小心吃了一株 极为罕见的化形草 然后就变成这个模样 再也变不回去了 我吃这些药材 就是想快快长大 然后就能随意在受体和人身之间变化 化形草 难怪 那你的父母呢 我没父母 从有意识开始 我就独自生活在深山中 小时候被别的家伙欺负 也只能自己灰溜溜地逃跑 至少 你在这里不会再受人欺负了 那些家伙怕我怕他要死 谁敢欺负我 像你这种 我能一口一个 诶 试试吧 不过 这东西你可别拿给其他人吃 会把人折腾死的 我自己还嫌不够呢 听好老头说 你叫萧妍 对吧 嗯 嗯 干得不错 那我先走了 以后吃完了再来找你 好 喂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名字呢 我叫紫妍 我叫紫妍 还真是个有趣的小姑娘 还忘了告诉你 那个什么墙榜第一名 就是我 好 以后有人欺负你 就来找我 我帮你出头 她 她就是那个让林烟为之如虎的墙榜第一 老师 您能看出 她是什么魔兽吗 她吃了化形草 若不主动显现本体 我也无法辨别 比她灵智少年幼 却有如此恐怖力量 想必 定是极为罕见的上古一兽 你这小子确实有几分本事 是龙力丹 没错 以后若需要什么药材 尽管来找我 好商量 好长老 我还需要一枚六节水系磨合 不知内院可有 那可是相当于 斗红强者的魔兽啊 既然好长老都没有的话 我只能另想办法了 告辞 等等 这刘长老修炼的 是火系功法 可水火不容 磨合留在他那里 也是浪费 火系功法 我先说你啊 刘长老可是抠得很 你要拿他手里的磨合 他是要套出点真家伙来 刘老头 刘老头 有好事找你了 又是你啊 好老头 这回修相从我这里 捞到什么好处 有多远滚多远 快开门 刘老头 这次是修炼有事找你 刘长老 协生 进来吧 哎哟我的鼻子 好你个刘老头 我跟你没完 这刘长老的宝贝还真不少 这小子果然不一般 不过即使大长老敲戴过 也休想从我这里讨到什么便宜 学生萧妍 见过刘长老 我最烦那些场面话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学生在炼丹过程中 还缺一味主要 所以想换取刘长老手中的六节磨合 可以 拿六品斗铃丹来换 刘长老说笑了 学生尚无法炼制六品丹药 可是 那就数不远送 数不远送 虽然我拿不出斗铃丹 不过听闻刘长老您修炼火系功法 或许此物会让刘长老感兴趣 不知道你这东西究竟是何物啊 此乃 地火莲子 小颜小友也应该想清楚六阶磨合的价值 你用一枚地火莲子便想换得 那我可是很吃亏的呀 你若再拿出一颗地火莲子 我就忍痛将磨合给你了 小颜 别跟这个老头子磨叽了 他不换拉倒 这磨合又不只是他一个人有 我带你去找大长老询问便是 你这老家伙 尽才我抬 这地火莲子也是我偶然得到 刘长老要我再添一枚 确实有些为难了 既然这样 那就不送了 那学生就不打扰了 告辞 这小子居然真走了 小子 你真的不要磨合了 我倒是想 但可惜拿不出长老所需要的价嘛 一枚地火莲子 我加一枚龙力丹 六阶磨合 就亏你了 成交 这地灵丹即便是在六品丹药中 也能够凝裂前谋 待会儿你不要远离 记得细细观摩我的手法 能够观摩老师亲自炼弹的机会 我可不会错过 承担时会引起天地异象 解释你记得多远些 一面无伤 黑魔顶 谢 由于每种药材炼制所需的时间不尽相同 所以我会把所有的药材单独炼制成药液 最后再一起混合凝形 小家伙看好了 可别分神 可以将火炎温度压制在低温 才会在不悔悔药材的前提下完成提炼 真是完美的控制 没想到两只六品丹药的药材 竟然具备反击的效果 接下来是颇为关键的一步 提纯 这会直接决定丹药的品质 对炼药师的控火能力也是要求极高 灵狼 有事便说吧 小姐 族长有命令传来了 小家族长肖战失踪的消息 已经传到了族中 族长认为那部分钥匙怕也随之下落不明 为了安全考虑 一个月之后 族中就会有人亲自过来接您回去 是不是又有人在背后乱嚼舌头了 小姐 族长大人也是隐约猜到了您和硝烟少爷的一点端倪 而且 族中长老们也认为硝烟少爷他 配不上你 配得尚于否 今后 他们自然会明白 小姐 硝烟少爷的修炼天赋确实平生罕见 但他还需时间来成长 若是小姐执意留在其身边 怕会引来家族对硝烟少爷的不满 所以 老夫以为 小姐暂时离开硝烟少爷 反而是对他的保护 硝烟哥哥 老师果然厉害 若是我来练之 恐怕就算花费三四天 也难以奈何这六界磨合 接下来是最后一步了 我找幸运了 我找到了 是最后一步了 我找到了 不想着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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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的阮助 老师 我来 你 你 您 这阵仗 不愧是六病弹药啊 小心 更大的动静还在后面 丹药即将成型 异象将至 快退后 老师 你没事吧 启丹 这 这就是老师所说的 天地异象吗 小 何必把内容的人引过来 黑角玉的那帮家伙 最近是否有异动 大长老是担心 黑角玉的药皇韩风吧 韩风可不只是一名 寻常的斗皇巅峰强者 更是一名六品炼药师 依活对他的吸引力 无与伦比亚 怎么话说一半就走了 这般波动 是六品丹药成型才有的吧 出自嘉南学院放下 难道是活老头的炼丹术 又精进了 算了 虽然不怕那些老家伙 但也不便积累万事 无知 老师 这便是地灵丹 老师 如今弹药已成 您还是先回戒指中休息吧 这灵魂体的确难以发挥 全部实力 以前炼制六品丹药 何需这么久的时间 放心吧老师 我一定会让您再度重生的 快把丹药收好 难道六品丹药 都是这般具有灵性 竟然还懂得闪避 也不全是 六品丹药确有一些灵性 但这是极为模糊的感应 不过这地灵丹 经过了古灵轮火的催化 灵性自然会更浓郁一些 六品丹药便具有这般灵性 那更高阶的 岂不是还能口吐人言 好了 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用 今后该知道的 你自然会知道 没事 怎么了 有人正在朝我们这赶来 而且来者实力极为强横 快躲起来 好恐怖的苏特 幸好老师及时察觉 不知是何方朋友 在我内院之中炼丹 能否现身一剑 这人实力 要比那些长老墙上去都 所料不差得好 他应该便是内院 最具威信的大长老吧 莫菲已经走了 别动 别动了 别动了 啊 难道真的走了 没事了 这次确实是走了 站住 这声音难道还是被发现了 你是何人 转过山来 紫妍 原来是你这个小丫头 怎么样 我这长老的声音可以以假乱真了吧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 你上次给我练的单药吃光了 我来找你练药的 看来我在你眼里 就这点作用了 不许摸我脑袋 跟我来 这次可要帮我多练之一些啊 小银哥哥 你回来了 他们俩怎么打起来了 吴昊吵着要去竞技场 虎家怕他又输掉火弄 让吴昊必须赢了他才能去 这小姑娘 应该便是萧颜哥哥提起过的紫妍吧 是啊 这不单药吃完 又来找我吧 这不竞技蛋拦不住你 轩儿小心 你 你哭 兵不厌身 抱歉 没吓到你们吧 万一萧炎受伤不能给我炼药 就算你们是萧炎的朋友 我一样饶不了你们 小爷 你快给我练弹药啊 这哪儿来的小孩 年纪不大 口气都不小 算了 不跟你计较了 怎么 还要打啊 兵不厌仗 你仔细看看 可不 这女孩年纪虽小 可体内似乎蕴含了极其强大的力量 真动起手来 咱们这儿没几个是她的对手 咱 药材都在这儿了 快帮我炼药 这么多药材 你又让好长老大出血了 他非被你气死不可 我 胡说 这药材是我自己在神山里找到的 我生来就对这些天地灵物有感应 才不是同那个老家伙的 特殊感应 这内院山山中 哪里有灵药我都知道 不过大多数灵药都有实力强的魔兽守护 就比如那山谷中的雪魔天人 我鞠了几次都被她打了回来 后来在内院遇见一个银色头发的女人 我看她顺眼 就告诉了她雪魔天人守护的东西 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得手 她说如果得手 还要放我一份呢 没想到韩月知道地心脆体乳的事 竟然是子言告诉她的 给你炼制药材 真是消耗力气啊 你总不能让我白干吧 你想干嘛 也没什么 只要我去深山探神药材的时候 最好你跟我一起就行 随便你 不过我只带你去找药材 如果遇见守护药材的魔兽 你得自己解决 当然实在要我出手也行 必须给报偿 那是当然 成家 东西晚上帮你炼制 你明天过来拿吧 知道了 小眼听说你回来了 快来给我打一场 竞技场的那些兔崽子看见我就跑 太不过瘾了 冰冰大哥 你先等一等 择日不如撞日 吃我一招 我来陪你打怎么样 怎么是你 小眼可是我招的 他要是伤了 当心我一口吃了你 本来还想多待会儿 没想到遇到个扫兴的家伙 我走了 这蛮力王在 你也不早说 我刚准备告诉你 你就冲上来了 你还笑 你知道他的身份吗 很可爱的小姑娘 可 可爱 如果你看见上界强绑大赛 这家伙把所有的人都提下场的恐怖场景 这不会这么觉得 没想到你怕得要死的强绑第一 竟然会是这么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有这个怪物照着你 你还怕什么柳晴啊 那个家伙看见他 也只有绕道的份 小云哥哥 小云哥哥 刚刚外院传来消息 说小雨急着找你 让你立刻回外院一趟 也不知道 小云有没有收到消息 我是怕 放心吧 她收到消息 一定会尽快赶来的 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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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成云来了 别哭别哭 究竟怎么了 你自己进去看看吧 二哥